军服 军服是军人的限制和名片 一个国家的军服更是该国军事文化的极大成者 除了耐忧作战还能传达该国军队的一定特色 如果要说武军历史上最为有名最有特色的军服 莫过于65次军服了 那的却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这套军服今天也没有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 尽管它早已退出了解放军的序列 但却认为不少老人所钟爱 60到70年代解放军一战对55式军服作为一种 否认是风格的军服 到了20世纪60年代亦不再俱用 为了体现军队的战斗传统和官兵平等的思想理念 65式军服诞生了 65式军服的一大特点就是简单难用 其取消了几乎一切的军兵种标志 取消了传统意义上的结章 或者领章的军衔 仅仅以红武姓冒灰和纯红色领章 被面标就名字血型 作为军人身份的标志 通过口袋数量别干部战士 虽然在后来的战斗中暴露了一些缺险 但无可否认的是 这套军服完全是因了当时物质匮乏 但却需要全面备战的特殊环境的需要 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简洁明快的身份标志 六十五军服在全世界都显得读书一致 在那个年代 这一切都是最可爱的人 门前界的标志 是值得尊敬的 是子弟兵和祖国保卫者的标志 六十五军服 六十五军服除了军队使用 伴随着退伍老兵和其他渠道也大量流 入了民间 很适合劳动生产的长河 因此得到了欢迎 在六十年代 能得到一套六十五式军装 是一种人人都羡慕的荣耀 也成为了当时的流行款 火遍了全国 值得一提的是 六十五式军服还广泛走向了世界 和美军作战的越南军人 帽子采用了其本国的热带遮羊帽 军服就是六十五式 当时我国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 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界 行了大量支持 普世耐用的六十五军服 也大量走出了国门走向世界 比如当时东南亚如越南德国 牵扯将大量六十五式军服 直接用律政规军 换上自己的领章冒灰 就投入作战 在许多非洲国家 也能看到六十五式军服普世的身影 外国军人对这种虽不花少 但十分结束好用的军服也交投称赞 毕竟是用心第一位 除了第三世界 欧美的不少国家的军服收藏的爱好者和军事迷 也对这套 有注农农中 国风格的与众不同的军服十分著迷 买掉不少库存量巨大 或是自己仿制来收藏和进行重演活动 六十五式也成为了中国军队的代表标志之一 那却是火遍了世界 六十五军服